广东二十年代初的这一政治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改革思想和实践其实早在辛亥后不久 陈炯明刚主政广东及闽南期间就开始了 陈炯明刚上任就主张 现在广东尚非纯是军政府性质 应谋政治进行 需先定一省制 各部行政官方有系统 又需组织临时议会 诸事经议会议局 由都督执行 然后乃有司法 立法 行政三机关 十府共和政体 随后陈炯明发布制约证件书 指出政府取三权独立之志 三权分立 分为立法 行政 司法三大纲 司法机关设有审判厅组织 行政首长由省会选举 宿定临时法律 交省会议局 以省审判厅执行 纯朴的社会环境 别说搞连省自治的改革了 什么事都办不好 在连省自治的实践中 陈炯明特别注重进度 将他作为提升民众素质 进化改革氛围的切入口 早在1910年 陈炯明还在广东当议员时 就竭力提出禁度 当时为了让资予局 不通过禁度的议案 赌商苏丙书 就拿出了五万元的银票 去收买陈炯明 陈炯明不为所动 但是其他的议员却都拿了钱 最终这个禁度的议案没有通过 当时由于资予局搞的是记名投票 赞成还有反对的名单 都登在报纸上 立即就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 纷纷谴着这些包庇赌博的议员 结果民意战胜了贪腐 拿钱嘴软的议员尴尬辞职 禁度议案好事多磨 最终也获得了通过 这件事就是陈炯明声望大震 成为明星所向 1920年12月1日 陈炯明更是推出了禁度章场 以后广州市面几乎没有一家赌大 为此广州学界发起为陈炯明著同像 以纪念他禁度的成功 1921年广州建桥 取名成功禁度纪念桥 卷客禁度的经过 事迹与桥边石柱 可见当时陈炯明的进度行为深得人心 陈炯明在新建的广州市建立了司法 行政财政审计这些机构 推行基层自治 精兵检政与民休息 在经济上新办实业 新建公路 在教育上 广州地区的私立学校是全国之罪 在社会生活上 主要是禁绝淹堵 陈炯明的新政极大的促进 广东闽南地区工商业经济和金融的发展 陈炯明在政府里专门设置了实业寺 并制定公司绿等 在政府的推动下 广东和闽南地区的工厂企业发展迅速 1912年 全国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工厂 共363家 其中广东占了136家 约占38% 数量居全国首位 那段时期 广东全省总商会 广东经济调查局 股票交易所先后成立 广州进入银行业发展 最兴盛的时期 保险业也逐渐走向繁盛 直到抗战爆发前夕 广东仍是拥有保险公司最多的省份 经济建设初见成效 文化建设 一边非常重视新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世人都称他是新文化将军 他非常重视报刊的宣传 陈炯明说 报纸胜过3000毛色枪 后来有人评价他说 上马能够拖着500支枪和北洋政府作战 下马就能够办报办学 论天下大事 他在广东闽南一带的新文化运动 搞得是有声有色 海内外的一些知名人士 甚至是北京大学激进的学生 也纷纷前往观摩 著名的民主人士华延培还写过一本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 盛在新文化这种场景之下 广州他的新变化新景象 陈炯明在市政建设 即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 海口 高州 北海 江门 惠阳 上围等地的市政厅局 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 各地修道路 驻公园 建设公共体育场 学校等 开展如火如荼的市政建设 至1921年 广州城区内已筑成几块完工的近代马路和街道 达40公里 成功地改造完毕 广州市师修水泄不畅的排屋渠沟 市卫生局聘请了近千名清道夫扫除大街 同时在市民中大力普及卫生知识 对浴室 餐馆 旅店等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 也制定了新的规则 广州的社会风气